大家好,我是加勒美出国的老家梅子 为什么我选择直接进入加拿大的移民产品呢? 有几种可能性 一,我的年龄已经30岁以上了 我希望在加拿大能够获得一份通过一边工作的同时 能够快速地获得加拿大的身份 这样收入和身份两条路一起走 第二,我的子女年龄或者说我的年龄 主申请人的年龄 我的子女年龄已经接近22岁 在拿到封印卡的时间可能会面临超零 或者说我自己的年龄,主申请人的年龄接近50岁 有可能加拿大没有移民产品适合我 因为我的年龄越大 移民就是直线下降甚至说机会为零 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希望尽快进入到加拿大的移民产品里面 锁定这个移民的产品和移民的时间 那第三,就是我希望移民的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累 那么我尽快进入到项目呢 我可以让我自己 这个事情是我必须要去完成的事情 我不想有更多的风险留在未来 所以我实行短期主义 也就是在最短的时间 把我最想要的东西锁定在这个项目里面 那么这是我想这是我的选择的几种情况 那么对于您来讲 您是选择先留学之后再找雇主移民 还是直接匹配了雇主来递交移民申请呢 我们期待您的答案 同时我们加拿美在三月份也启动了促销活动 7.5万项目费 您就可以获得一份在加拿大真实的工作 和移民同步进行 好的,那么有更多感兴趣的朋友 也欢迎与我们联系 客服微信18186129682 成为专业的海外融入投资服务商 是我们公司企业愿景 感谢您的收看 谢谢大家